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试制组继续在科特迪马的行程 走访阿比让岗扩建工程 了解一座大型码头的建造过程 刚才我们在那边的时候看到的沉香都是个体单体特别大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头 登上细湖中的小岛品尝当地的传统烤鱼 好香啊 这个味道就有点像我们在国内吃到的那个鱼干的味道 走进当地人的生活 体验独特的非洲民俗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221集 美丽港湾是我家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试制组继续在科特迪马阿比让的行程 阿比让市紧邻大西洋围绕埃布里耶西湖而建 是一座因港口贸易而兴起的城市 西湖是指湾口被泥沙封闭而形成的局部海水水域 1950年 科特迪瓦政府打通了外海与西湖之间的沙坝 开造出福里迪运河 将阿比让与大西洋连接起来 阿比让港港阔水深 是西非地区最大的天然两港 同时也是布基纳法索 马里等西非内陆国家重要的出海口 近年来 科特迪瓦的经济发展迅速 阿比让港的吞统能力趋于饱和 港口的扩建迫在眉睫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西非地不断深入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成为了阿比让港扩建项目的成建方 我们来到中国港湾在阿比让的营区 见到了阿比让港扩建项目的负责人 王广生 你好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位置 我们现在是在阿比让 这个游不共区RZ度 我们这个营地叫RZ度主营地 王广生是阿比让港口扩建项目的 常务副总经理 他告诉我们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 是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交建下属的全资资公司 主要代表中国交建开拓海外市场 这片营地占地27公顷 包括生产区 办公区及生活区 目前项目总共有员工1000多人 中方员工超过600人 我们跟随王广生来到他的办公室 我们看到这个是 科特迪瓦阿比让港口扩建项目 在这个图上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这种规划图对吗 对对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这是我们整个阿比让港 扩建项目的一个墙上砂盘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不同的这个冰箱贴 每个贴代表着我们一个船机设备 就是小 大的是我们的核心设备 小的是我们的配套设备 大的是核心设备 配套设备 对 但是我看到上面写的是 山 羊 丸 还有开拓酒 宝马 283 这些都代表什么 这是每一个都代表我们一条船 王广生说 阿比让港扩建项目是一带一路畅移在西非的标志性工程 项目工期为45个月 于2015年11月正式开工 包括新建两座现代化的码头 并对现有航道及防波堤进行扩建 所谓的这个扩建项目 阿比让港口的扩建项目 扩建的是哪个位置 红色的是我们要扩建的这个 区域 对 区域 就是我们的项目 红色这边是 大概470米的岸线 大概是ROLO码头 就是滚装船码头 就未来的话 这个可以平靠 就是两艘 大概5万分级的滚装船 然后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岸线是1312米 这个岸线是我们的集装船码头 集装码头设计水深是-18米 未来可以停靠 就是世界上 就是说最大的船 就是目前的最大的船 是15万分级的这个集装码头 阿比让港口扩建项目 总投资额9.334亿美元 是目前中科两国政府间 规模最大的合作项目 其中85%的资金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 提供优惠买方信贷 剩余15%为科方自筹 设置组在这里拍摄时 工程进度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 离开办公室 王广生带我们来到了 营区附近的沉箱预置厂 几座巨大的沉箱 格外引人注目 那这个沉箱是主要做什么用啊 这个沉箱我们预置完成以后 运到现场 要安装到我们这个整个 这个目前那个机床上 就未来的话 我们这个船就要停靠的这个码头 就是它是一个主结构 就是轮船停靠在我们的码头 这个这个岸线上 码头整个整个主结构 就是通过沉箱构成的 王广生说 沉箱是一种油底的混凝土箱形结构 是码头承重的主体结构 沉箱的内部中空设有隔板 可以漂浮在水中 这种结构不但承重性好 而且施工简单 易于维修 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一种码头主体结构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这样的沉箱 它的单体有多大啊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沉箱 总共你看到 整个高是19米5 宽是15米 它整个单体重量是3200分 大概有六层楼的高度 所以在整个在非洲来说 我们这个项目 包括用这么大的沉箱 也是有独此一个 那在全世界来说呢 全世界可能这种技术 目前这种沉箱的技术 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真正能够做项目 用大沉箱的中国是比较巨多 因为这几年中国的快速发展 我们有大量的项目 都是使用的沉箱 因为这沉箱比较快捷 比较安全 如何将这些巨型沉箱 从预制厂运输到海上 让试制组感到很好奇 王广深告诉我们 预制沉箱需要通过冲起胶囊 滚动溜房下水 之后再用拖船拖运到码头施工现场 每个沉箱的运输和安装 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听说码头上正在进行沉箱的安装 我们登上快艇 跟随王广深前往施工现场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 是不是就是埃布里耶蟹湖啊 是 是的 是的 这是也是我们那个 整个阿比较都是围绕 埃布里耶蟹湖来那一条 对对对 它整个码头是在这个蟹湖里扩建的 然后在这里挖了一条运河 运河大概在长3.8公里 对 听王广深说 目前他们正在对 弗里迪运河进行拓宽和输军 未来运河河口的宽度 将从200米增加到250米 河道水深也将增加到19米 在湖上行驶了半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安装沉箱的水域 前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安装好的沉箱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7个沉箱的安装 就是沉箱安装以后 我们就是未来的要回天沙 回天沙以后上面要做胸墙 就可以停靠厂了 刚才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看到的沉箱都是个体单体特别大的 一个就有3200吨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头 沉箱已经是安置好了 对对 听王广深说 铺设码头一共需要90个沉箱 作业船将沉箱运到指定位之后 要向沉箱内部注水使其下沉 再进行杀石料回田 将其稳固在地基上 我们跟随王广深来到沉箱顶部 这些在陆地上需要人们仰望的庞然大物 此时就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小水池 就是未来也就是要做的90个沉箱 是都要铺设在这里吗 是的 目前我们项目总共是90个沉箱 目前我们实际已经完成了35件沉箱 这里安装了器件 还有一些在堆放 未来我们要在这里形成470米的揉入的岸线 然后1312米的集装箱的岸线 从后面我们看到的整个水域面积 未来都是陆地 都是港区的一个后方的一个堆场 然后这个所占的位置 都是一个码头的这个主结构区 王广深说 集装箱码头结构按照15万吨级设计 项目建成后将使港口的年吞土量增长一倍 满足阿比让岗未来十年集装箱运量的发展 在安装沉箱的作业现场 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在进行测绘的工程人员 为什么要把这个水准仪在这放着 然后它主要是测量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因为在我们这个施工条件有限对我们测量来说 在上面摆仪器的话太远了 太远了没办法骨毒得了那个水准池 那个水准池说我们把点转到转到下面来 然后这里搞一个平台 方便我们骨毒这个水下机床整平的话 这个毒素我们下面安装沉箱面有个平台 也就是有个基础 外面要搞整平要那个比较精确 所以这个安装沉箱才能够 这个顶标高才控制的比较好 听林松涛说 码头是工区域的水下地质比较松软 沉箱的位置会随着潮汐出现细微变化 产生安全隐患 因此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记录下沉箱的位移数据 以便及时做出调整 保证工程质量 偏差值最大不能超过多少 我们是按正负三公分吧 正负三公分来控制 正负三公分 对 来控制 很难想象 因为我们站到这个地方知道 这个沉箱它其实是重三千二百吨 它的这个吃水深度是十五米 对 所以它几乎就是它的这个误差 很低很低的三公分啊 对 我们都是 就是说以正负三公分来控制 但是它的允许范围是增负五公分 就是说可以允许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正负三公分来控制 林松涛说 为了将五叉减少到最低 每块成乡都要进行三次标高控制 阿比让港扩建工程是中国港湾在科特迪瓦的第一个项目 他们希望用精力求精的工作态度 让中国的标准和技术得到业主的认可 看到这些饭都已经送过来了 那也没有时间吃 因为我们上面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们 就是把这几个搞好了才吃 工作做好了才能吃 这是一天的饭 是中午在这个地方的饭 中午的饭 我们相信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是热的 但是现在摸上去已经凉了 但是看一下 这边是什么肉 这是牛肉 牛肉 米饭 每天都是像这样一样 就拿一份盒饭就开始过来工作吗 有水 也就是你没办法的 是工县场 如果敢炒水作业的话是这样的 工程师朴实的话语 让市值组非常感动 林松涛今年40岁 已经在当地工作了一年时间 为了确保工程能够如期完成 他每天清晨6点就要到达施工现场 一遍遍重复着这些在外人看来略显枯燥的工作 经常一站就是一天 正是在这些工程人员的奴隶下 县木工期得以比原计划缩短了三个月 中国港湾在科特迪瓦共有大约1000名员工 除了中国员工 400多名当地员工也为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 离开施工现场 我们跟随王广生来到了不远处的石料预制厂 一些工人正在这里制作搭减防波地的石料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另外一个预制厂 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不规则的大石块 这是做什么用的 有名字吗 这是我们叫扭王块 扭王块 对对对 像一个扭动的一个王子一样 叫扭王块 那这个怎么会设计成这种造型呢 设计成这种造型我们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要起到破浪的作用 第二 它彼此这种要咬合在一起 它安装的时候 它要放在我们防波地的最外侧 低芯池的外侧 然后彼此咬合在一起 第三 它这种三点 它摆放的时候三点道理 从力学上讲 力学上讲它是最稳定的状态 扭王块能通过削弱海浪的冲击力 保护防波地 使港口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在这里 我们遇到了预制厂的负责人伊迪丽丝 你好 你好 这预制厂的主管 哦 叫伊迪 伊迪 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好 我在上海待过 在上 哦 去过中国 上海冬季大学 在中国读的书 一共待了几年 十年 十年 时间这么短啊 特别长 您就一直在上海吗 不是 我在上海 从02到06 从军大学毕业以后 嗯 我跑到义乌 从事外贸工作 哦 都在中国工作过 伊迪丽丝是科特迪瓦人 纪念30岁 曾在义乌做了6年的外贸生意 中方员工都亲切地称他为伊迪 2012年 科特迪瓦结束了内战状态 政局恢复稳定 让他蒙盛了回国发展的念头 目前 伊迪丽丝已经成为中国港万里民分包商 负责食料育制厂的管理工作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扭亡字块 都是你带着这些工人 是 做出来的 我带着工人做出来的 嗯 其实要做 那现在有中国在 有个技术 因为这个是第一次接触 中国也想 中国也想培养我 所以给我关书了 这些技术方面的 因为这个毕竟我没有接触过 嗯 所以现在我经常也在慢慢 跟着中国一边做一边学 伊迪丽丝说 预制厂采用的是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方式 分为胶筑 拆母 养护等步骤 这里的72名工人 全部都是本地员工 什么时候到这来工作的 我去哪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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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那很短 当时怎么会来到这家企业 这家中国企业来工作呢 我去哪里工作的 因为我去哪里工作的 我去哪里工作的 我去哪里工作的 其实呢它是来了 因为是看这个中港 是一个大企业 然后它跟这个中港港 支持嘛 可以这个营兽会有无忧的 就赚点钱就完了 在这个地方收入会比较好一点 收入比较好 那您这门技术啊 拆母这个技术 在来之前会吗 这里是在这里 学开干以前不懂的 也没接触过的 是在这里开始学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基本上也能开了 这位工人告诉我们 以前由于政局动荡 阿比让的物价飞涨 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 当时他只能靠做汉工 或者瓦工等兼职 来维持升级 每月的收入 折合人民币 只有大约1500元 加入中国港湾后 他不但学习到了 先进的工程技术 收入也已经超过了 5000元人民币 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你们最长的是有多长 一年多了 一年多 哪位师傅啊 他 很多了 一年多了 来来来来 您在这里工作一年了 一年多了 从清表一直在这里 从项目开始 一直在这个地方 因为中国在这里工作环境 也认识了很多人 就变成兄弟了 就是第一 第二 中国帮他解决就业问题 从某种程度来说 中国变成了他的家了 因为已经在这里 一年多时间 一直在这里干的 所以要中国在这里 他也会跟着用完干 听这位工人说 相比当地其他公司 中国港湾的用工制度 更加规范 福利保障也很阐善 在阿比让的就业市场 享有良好的口碑 前来找工作的当地人 络移不绝 一年多的时间 让他改掉 以前懒散和粗心的毛病 树立了强烈的责任心 也对自己的未来 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从中国所出去的 你到其他中国 任何一个中国企业 肯定被录用 毫无疑问 对 所以我也是每天跟他 要让他们惊喜 能够中港打工 再给这个中港干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伊迪利斯说 阿比让港的扩建项目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企业 为当地带来的变化 也让他有机会 从一名外贸商人 成长为工程项目分包商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 让更多的当地人 加入中国企业 感受这里的企业文化 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布莱岛上 体验非洲独特的 头顶重物 走访当地的传统民居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21集 美丽港湾 是我家 正在播出 阿比让的城区 包括阿比让半岛 和小巴萨姆岛 互相之间 以桥梁连接 但位于西湖西部的 布莱岛 一直没有 与主城区连接的道路 导致岛上的 基础设施发展 严重之后 目前中国港湾 正在与 科特迪瓦政府 进行沟通 希望能够修剪 连通两岸的桥梁 让岛上的居民 也能够享受到 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 离开渔制场 王广生 要带我们 去岛上看看 前面我们到这个地方 就是布莱岛了 对对对 马上我们就到布莱岛 现在我们在这个岛 前面看到了 好多艘的渔船 对 那是不是岛上的人 现在主要是 以捕鱼卫生 是的 因为 只有渔民 才能踏上这个岛 它没有 整个岛 是没有交通的 所以只有渔民 通过渔船 才能到岛上 所以现在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周边这个有些渔民 就做了一些房子 小木屋就住在这上面 王广生说 布莱岛包括一个主岛 和一系列小型群岛 总面积52平方公里 但人口只有不足1万人 岛上的住户 施带移捕鱼卫生 由于岛上还没有正规的码头 想要登岛 只能换成小型的白渡船 对 你可以看到我们CBD 是在前面 然后我们 CBD在我们的左方 那个就是阿比达的市区 对 那个地方叫什么区 普拉多 叫普拉多 是最繁华的一个区域 对吗 对 整个银行业 还有整个 它的一个政府部门 都在那个区域 对 但是从古类岛过去 现在的交通工具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 这种普通的船是吗 是有 就是有比这个 稍微大一点的 一个交通船 它要没有直达的 它要通过一个几个周段 布莱岛距离阿比达市区 只有三公里 但由于交通不便 导致它和其他岛屿的发展 严重脱节 岛上只有几个零散的渔村 还没有通水通电 大约航行了二十分钟 我们登上了布莱岛 刚一上岛 我们就遇见了一位 正在打水的小女孩 我看到这个水是刚打的 就是从眼前的这口井打的吧 这位小女孩名叫阿姨梦 今年十四岁 她来这里帮家里打些水 得知设置组专程来拍摄布莱岛 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中 阿姨梦的家坐落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 四间母屋掩藏在椰林树影中 显得田净而安宁 刚一进院子 我们就闻到李谷扑鼻的香气 到这儿来就能很清楚地 闻到那种烤鱼的香味 实在是太香了 这是你烤的鱼 这是她妈妈的烤鱼 这是她妈妈做的烤鱼 能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吗 这鱼烤鱼烤多长时间了 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呀 她说至少要两天或者一天 一直在这里放着拿烟熏 两天或者一天 拿烟熏 并不是拿火直接烤 是通过这个烟来熏它 听阿姨梦说 这是当地一种传统的烤鱼方法 烤鱼的架子一共有六层 能同时烤至上百条海鱼 最上面一层放置的 都是由她父亲刚打上来的新鲜海鱼 一部分供家人使用 剩下的就由母亲拿到市去出手 它这个是按一盆一盆来卖的 就像那种一盆 就是这样的盆子 对对 一盆一盆有卖4000西法的 也有卖3500西法的 一盆 那能估计出来 就比如它有一盆的话 能有多少斤或者多少公斤 有三四斤吧 三四斤 能卖多少西非法郎 4000西法或者3500西法的样子 4000那就合 四十 四十二人民币左右 哦 四十二块多左右 阿姨蒙说 当地的传统烤鱼不会添加任何的调料 口味非常鲜美 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一下她家的烤鱼 鱼骨应该也可以吃 烤脆了是可以吃 烤脆了之后可以啊 烤得很脆 很焦 好香啊 这个味道就有点像我们在国内吃到的那个鱼干的味道 但是是因为现烤的它有点鱼温很热 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里面会有这个鱼刺 说话的时候要使劲搅 然后把那个鱼刺给搅碎了 就可以和鱼肉融合在一起 很有嚼劲 阿姨蒙家一共有五口人 包括父母和两个弟弟 全家都依靠母亲热丝丁骂鱼的收入生活 热丝丁每周都要乘坐白豆船前往阿比较市区 虽然陆上花费的时间并不长 但遇到鲍鱼等恶劣天气时 往来两岸仍然很不方便 您要是一年当中啊 就是全部靠麦鱼的话 收入能有多少啊 他说钱比较少 因为挣不到什么钱 但是他并没有算过说具体是有多少钱 那未来 他说只是挣一点钱 虎口而已 那未来如果是有一座桥梁 可以沟通不类岛和阿比较 那是不是如果未来有这样一座桥梁 你会不会经常到阿比较去啊 他说应该是可以 就是如果有一座桥 沟通与这个岛和阿比较市区 它会不会有很频繁的来往 他说是的 由于布莱岛与阿比较港的距离很近 岛上很多年轻人都在港口的扩建项目中工作 离开阿姨孟家 我们正好遇到了一位刚刚下班的中国港湾的员工 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岛上最热闹的地方了 因为刚才我们走的时候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到了这儿你看 这儿有很多的小朋友 你们好 他们很热情给我打招呼 而且往这边看 你看 刚才那个地方应该是个饭店 他说这里的确是一个大众一起坐在这里唱歌 喝喝咖啡喝奶的地方 一起在这里休闲 巴特瑞斯今年25岁 是阿比较港扩建项目的一名汉工 他告诉我们 布莱岛上共有一千多虎居民 男人基本上都是渔民 而女人则已售买农产品为生 由于岛上的物资全部都是从外岛运送而来 在这里还有一些沿街兜售小商品的年轻女子 就是我们在整个走路拍摄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这头顶上 这卖的是什么 这是乳木果油 是乳木果油 你能把它拿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吗 太高了 就是这个 像香皂一样的 还要洗掉吗 我们也试一点 它好像就是一种那种粘稠的乳液一样的感觉 要抹在皮肤上 是 它让皮肤更顺滑 不用洗掉 不用洗掉 它其实就是护肤的作用 还有清洁的作用 巴特瑞斯告诉我们 乳油木是非洲特有的一种树木 广泛分布在西非地区的热带榆林中 很多农户家中也有种植 乳油木的果实不但可以食用 其中的油脂还有滋养皮肤的功效 是当地一种常见的天然护肤品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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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人别 对 其实我们在非洲拍摄期间看到很多的像她这样的姑娘 然后头顶上会顶着一个大盆 或者像现在这个样 能让我试一下吗 ихidi vision 这样 要小心 为什么现在我顶到它的时候 觉得自己像在耍杂技呢 因为我很明显能感觉到 这个东西在我的头顶上左右腰摆 我先让自己站起来 因为现在我是蹲着的 站起来 我没有办法走路 就这样吗 知道什么叫寸步难行吗 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每走一步都要很小心 巴特瑞斯说 以前非洲的很多地方 都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只能依靠步行 人们发现将户放在头顶最为胜利 因此很多人 从小就练习头顶重五行走 慢慢就掌握了这种技能 你顶过最沉的有多重 两到三公斤 因为它现在还小 所以它就最多只能顶两到三公斤 你能顶这个东西最多能走多远的路 他说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可能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左右 就是它走多远 这个就可以顶多远 那你的脖子会疼吗 它已经习惯了 它很不累 而且刚才它在说不累的时候 就是那个头会稍稍地左右摇摆 我注意就那一瞬间 这个盘子也是特别地稳 它动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就要小心翼翼 告别了可爱的小女孩 我们继续行走在布莱岛 穿过一片热闹的集市 我们来到了 位于岛屿南部的巴特瑞斯的家 我来介绍 这个是她的妈妈 你好 这两位是 是她的姐妹 这里一圈都是她家 看着你的家好大呀 巴特瑞斯说 这些房子都是二十年前盖的 一家七口人全都住在这里 以前她也同其他的男性村里一样 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渔民生活 由于捕鱼的收入很不稳定 她的家人也要考买些小商品 来补贴家用 就是我们刚才进到 你家的院子的时候 发现这儿有卖一些蔬菜水果 还有一些零食啊 还有这个生活用品 这是她的妈妈 还有大米 包装起来大米 也是拿来卖的 是她妈妈在这边卖这些东西 巴特瑞斯说 2015年底 她得知西湖对面的阿比让港扩建工程 正在招聘工人 虽然当时她还没有相关的专业技能 但由于会说英语 能够协助中国技术人员和当地工人沟通 巴特瑞斯就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 在中国工人的指导下 巴特瑞斯很快掌握了焊接技术 成为一名出色的焊工 就是说项目没开始之前 就是完全是传统的渔民 就是每天就是跟着潮水 跟着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 来决定你的收入 而且是非常危险 对外海主义 现在中国港湾来了以后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的建设 把一批像他这样的渔民 从渔船上小渔船上解放出来 通过在这个项目上 不但有稳定的收入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通过这项目一些技术 就是一些技术的不断地学习 也对他未来的职业规划 各方面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巴特瑞斯告诉我们 目前他每月的收入 是打于是的四倍 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小了很多 现在岛上的人都知道 他在中国企业工作 几位村民还经他介绍 得到了中国工资的录用 那这样是不是就 以后没有这个工作 你也不会再怕失业了 对 有可能之后的话 他可能就成为一个汉工了 就已经学到了这门技术 那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的话 让你回一档渔民 你还愿意吗 学到位工 但是他宁愿成为一个汉工 那也就是说 不想要再回水打狱了 那其实第一是从收入上来说 第二是因为在中国企业 你学到了技术 然后接下来的话 他可能就会有这门技术 就不怕没有饭吃了 离开布莱岛时 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西洋为小岛勾勒出一层 金色的轮廓 让它显得格外美丽 听王广生说 布莱岛的情况 与以前的上海浦东区 非常相似 都是一块未经雕琢的浦域 他们希望能为布莱岛 建立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 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基础上 将这里打造成一座滨海新城 王广生说 目前中国港湾正同科德迪瓦政府 就这个想法进行初步沟通 如果计划能够实践 能为阿比让的未来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去营地里 感受海外过春节的热闹气氛 了解中国员工的工作与生活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21集 美丽港湾是我家 正在播出 设置组在阿比让拍摄期间 正值2017年春节前夕 由于大部分中国员工都不能回家过年 项目部特别组织了营地的春节晚会 让身在海外的员工也能够欢度春节 听说这天晚上 大家正在准备晚会的节目 我们请王广生带我们过去看看 怎么会这么的热闹 而且你看到这是中方员工 这边应该是本地的员工 这是我们一个节目 是为我们今年春节联网晚会 准备的一首节目 就是春节晚会 我们一个节目是双方 我们的中方员工和我们当地员工 来一个斗舞的一个节目 王广生说 项目上的中方员工 每名都有回国探庆的假期 不过为了保证工程能够按时完工 很多员工都选择在春节期间 留在柯特地瓦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您说今天他们就是为了春节的一个节目 那如果平时他们也会到这来吗 我们这个项目是社区性营地 我们不单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我们要非常好的娱乐和运动场地 像这个羽毛球场 这是我们运动场地的一个 我们侧面是我们的网球场 我们前面有我们的健身房 还有羽毛球室 乒乓球室 还有台球室 还有电影放映片 还有卡拉OK 所以他们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 可以非常地丰富 对对对 中国员工和当地员工一起排练着舞蹈 场面非常热闹 体育馆内人声鼎沸 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大家都在尽情地享受着 一天中满得的休闲时光 他们现在是这个舞已经跳完了吗 对对 你们好 刚才跳的那个舞是当地西非的舞蹈吗 就是科特迪瓦的舞吗 就是科特迪瓦的舞吗 我听说你们这个节目是为了春节晚会的时候彩排的 那能跟我说说你所理解的春节是什么样子吗 他说春节的话相当于这边的元旦 就是杨丽的新年 就是具有同样的这样一些 听当地员工们说 这是他们和中方员工一起度过的第二个春节 长期与中国员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让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了一些了解 甚至还知道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他说他就说我们现在在一起工作 然后就是在舞蹈当中可以和我们一起欢度 就是有一种融合的感觉 就是活跃一下气氛 阿巴火说 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 他和很多中方员工成为了好朋友 中国人的敬业和勤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用斗舞的方式帮助大家放松身心 忘却思想之苦 是今年第一个春节不能回家吗 还是在过去有过这样的经历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春节 这就是我第三个春节在外面了 我第四个春节 刚才这位师傅说两个 我都觉得两个春节 三个 第三个了 四个 春节的时候想家吗 当然挺想的呀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 每年的春节 即使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但是回家和家人团聚 都是一个必定的 像是一种顶礼膜拜的那种感觉 就是必须要和家人团聚 这种传统 这种思想 就是即使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快 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唐纷纷说 刚来到科特迪马时 他也会经常想家 不过随着在这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他现在已经适应了国外的生活 每逢春节 公司都会组织大家一起包饺子 开联欢会 很有节日气氛 你是四年 对 第四年 都习惯了 在这里对我们也比较支持吧 有种功能性质 然后我们在海外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中港的话 这个体系还是比较安全 各方面都非常了解的 然后我家也就能把我们联系 基本上一星期 至少一星期吧 然后视频一次 电话的话 可能就一周的话 打两次电话 平时如果视频打电话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到了春节那一天 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 和家里人团聚的时候 那会不会心里也会特别想家 就恨不得马上要回家 对 也是这种感觉 肯定是无法 就是也是非常想家 但是想想 也能克服吧 池永利今年31岁 听他说 相比老一辈原非的中国专家 他们这一代人 在非洲的工作条件 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虽然过年时 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 但能在最好的年华 为一带一路的建设 做出自己的贡献 让他觉得很有意义 你们觉得苦吗 不觉得 其实我以为他们会说苦 但是我刚才从他们 很真诚的笑容 能感觉到 他们愿意付出 因为这是一个岗位 也是一份职责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在海外 看到了无数的 就是让我们觉得 自豪和骄傲的 中国项目和中国企业 对 但是其实背后 就是像他们一样 兢兢业业付出的 海外工作者 他们要忍受很多 就是因为他们这种 吃苦耐劳的精神 才成就了中国企业 在国外 有了这么好的口碑 你们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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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波涛的海绵 就有防范 防范连成片 远航不孤单 我旦出院 用诗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有难同胆 历经了岁月春秋冷暖 感情在眼神像丝绸一般 有一条路在呼唤 带出心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紧紧相略 就注定了你我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在旋转 时间每一秒瞬息万遍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将愿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是这组 继续科特迪瓦行程 走进科特迪瓦艺术学院 看当地艺术家展现中国书法艺术 这是我们今天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走访科特迪瓦文化部等家乡 品尝口味甘甜的可可汁 看科特迪瓦传统舞蹈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22集 科特迪瓦的中国情人 敬请关注